我是李小亮 这是我来深圳的第三年 我喜欢深圳的快 快是推着你闯下去的一种惯性 而这种快呢 也快要让你忘了思考 这一次呢 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来思考 是能饮水 去做一款能够真正融入 我们生活的智能水杯 它至少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以及解决保温的问题 可以贴合每一个场景 和不同的饮水习惯 但是其实很难 或者说杯体 上面我们不做任何的电子键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智能功能 全部做在盖上 不锈钢真空杯体会给电子功能的实现 带来很大的困扰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去研究一种 全新的智能饮水监测技术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中自然的完成 所以一个全新设计的杯盖 就成了SEED这款产品的关键 创造的过程 无论多么困难 总有一种力量 牵引着我们 探索为之 曾经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想放弃 我们相信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一个完美的智能水杯 前提应该是一个完美的水杯 我们从日本进口了最好的不锈钢材料 这种材料在国内基本没有工厂使用 在传统的保温杯行业 一款产品 因为市场成本和技术工艺等等问题 往往没有办法做到满分 这一次 我们想用最严谨的工序 让SEED成就一丝极致 SEED从设计到落地的过程中 很多在传统水杯生产线上 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师傅 以他们的经验 对SEED这款产品 提供了非常充分的技术支持 小到一个虎口 该怎么缩口 怎么切边更好看 工厂的师傅 在手板打样修改非常多事后 仍然在帮我们想办法 克服一切的问题 让产品变得更加的完美 把金属CNC工艺用在杯盖上看起来有点奢侈 把金属CNC工艺用在杯盖上看起来有点奢侈 给使用者最好的手感 包括悬盖的扭力 我们也做了无数次的测试 保证每一次开盒的感觉都是最棒的 当我们想要做一款完美水杯的时候 我们发现想要把一款普通的保温杯做到极致 也挺不容易的 从用心思考的设计 到把控品质的工艺 从头到尾 思议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丝苛刻 结果也让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屏幕表面的效果还有表面大概念的感觉 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款能够真正打动你的产品 我不能足以去抓到 Axkiss苏韩剪刀照 也靠lay 但当我们感觉到了 显然和几乎的倾卡 不但我这边比还是凰深 苏巨特了 这都关于坏最前判LA3 也因各位 更加眼球好 对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